菩萨是不尽有为,不住无为。 菩萨静,无尽解脱法,不尽有为,不住无为。 唯摩洁经,菩萨静,无尽解脱法,不尽有为,不住无为。 菩萨的法门,它是不尽有为,不住无为的。 什么是不尽有为,不住无为? 佛为什么会讲这样子的一个法? 在什么因缘底下来说这样子的法呢? 这是从众乡世界来到娑婆的菩萨们。 当他们准备要回到众乡世界的时候, 向佛合掌秉白说,刚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, 他们对这个娑婆世界生了下劣响。 但是他们现在心中都非常的后悔,而且非常的自责。 他们已经涉离了轻视娑婆佛土的心态。 因为他们现在知道,诸佛种种方便施舍的智慧是真实不可思议的。 诸佛为了度众生的缘故, 所以随着众生的根性还有福德的种种不同, 而有感应。 所以显现出来的佛国就有种种的不同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,他们就说, 世尊啊,希望您能够赐给我们一点点的法。 我们若因为得到这样的法,回到了众乡国以后, 就会常常地想起您释迦牟尼佛。 佛就在这个因缘底下,告诉这些众乡国的菩萨们, 这个有境还有无境的解脱法。 佛告诸菩萨,有境,无境解脱法门,如等当学。 维摩阶所说经卷三,那就是说, 有一个有境的解脱法门,有一个无境的解脱法门。 有境的解脱法门就是二乘的解脱法灭尽了一切五因, 十八戒,六入,十二处等等的法。 灭尽了这些法以后,入了无欲涅槃。 这个叫做有境的解脱法。 无境的解脱法就是一指柱如来藏,一指柱如来藏,本来无生。 转移如来藏以后,而一指柱如来藏去修学佛菩提道。 这个就是无境的解脱法。 无境的解脱法门是不会入无于涅槃的。 菩萨是生生世世,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的。 菩萨无防也是修学二乘解脱道的有境的解脱法。 但是纵然修学了有境的解脱法。 无防灭掉了二乘所灭掉的,我见还有我值以后。 继续地流霍润生,留着菩萨的愿力。 继续地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。 很多人都是要灭掉一切的有为法。 一切的有为法灭掉了以后,其实就是入了无欲涅槃。 所以经常有人讲说,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。 如路易如电,因作如石棺。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,所以一切法它是空的。 所以,一切法我们都必须把它给灭尽。 但是佛在这个地方所讲的是,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。 如路易如电,佛在讲这个有为法之前, 已经先讲了说,一切贤圣皆因无为法而有差别。 所以,是灭尽了这些有为法的烦恼以后, 又无妨能够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。 如何去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呢? 就是必须要转移这个无尽的解脱法门, 转移如来藏,所以才有办法继续地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。 佛演说这个法,其实是有很深的用意的。 它的用意,其实是告诉我们, 不要老是想要升到诸佛净土去, 其实这里是更好修行的净土。 佛说,何谓为净,为有为法,何谓无净,为无为法。 如菩萨者,不净有为,不住无为。 唯摩截所说经卷三, 这个意思就非常清楚了。 什么叫做净呢? 净就是有为法。 也就是说,有净的解脱法是要灭掉这些有为法的。 什么叫做无净呢? 无净就是无为法。 无为法就是在指如来藏的无为界。 菩萨是灭掉有为法,还是住在无为法呢? 佛继续讲说,菩萨者,不净有为,不住无为。 也就是说,不灭掉一切的有为法, 也不住进于无为法的无于涅槃里面。 如果是要当菩萨, 就不应该灭尽所有的有为法。 也不应该一直想要住在无为法当中。 生文重信的人, 他是要处理三界,要解脱,要寂静的。 所以他要尽有为,要助无为。 他们想要的是,有为法,要全部把他给灭尽。 所以舍报的时候,十八界灭尽。 五因,十二处,六入,也一起都灭尽了。 一法都不存。 一法不存的状况,就是无于涅槃的纯无为的境界。 但是菩萨和生文正好相反。 他们想要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。 所以就必须要依止住如来藏的无为境界。 又无妨他能够灭尽这些烦恼的时候。 留着菩萨的五因,十八界,六入,十二处。 继续在这个地方,继续在这个人间。 利益众生,永无穷尽。 娑婆世界其实是修学不尽有为。 不住无为的殊胜处所,它是修集福慧的殊胜处所。 很多人以为往生到诸佛净土去,是修学佛法最好的地方。 但是从释迦牟尼佛,从世尊所开始这个道理。 娑婆世界其实才是修学不尽有为。 不住无为的殊胜处所。 因为娑婆世界,是让菩萨能够修集六度不失,持戒,忍辱,精进。 禅定,般若的,最殊胜的处所。 尤其是修集福德的地方。 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,才能够充分地去发挥菩萨四射的精神。 能够在这个地方去为众生做不失。 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 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 您要不失给谁呢? 您只是被不失的份。 当然,我们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不殊胜。 而是说您如果要快速地修集福德, 乃至于要在修集福德的过程里面, 快速地去累进,增长你的智慧。 就必须要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, 才有办法真正地福慧双修。 所以,菩萨必须要不尽有为,不住无为。 佛继续这么说,何谓不尽有为? 为不离大词,不舍大悲, 申发一切之心而不忽忘。 教化众生终不厌倦, 于似设法常念顺行。 顾持正法,不惜屈命, 众诸善根,无有疲验。 极住不失,爱语, 立行,同事, 用这四种设受众生的方法。 用这四种设受众生的法门, 来常常意念思设法, 来随顺思设法而行。 菩萨要利益众生, 还得要利用这些无漏的有为法, 才有办法及这个有为法来利益众生。 并且要立志常常安住于这种不敬有为, 不住无为的境界当中, 而且以种种方便来回向不敬有为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, 并努力求证不敬有为的解脱法而不懈怠。 而且要把这种不敬有为的解脱法毫不吝啬地说给众生了解。 多烦恼者另发正念, 欲远离乐不以为贵。 不住己乐, 轻于彼乐, 佛继续开始说, 在诸禅定如地狱想, 于生死中如缘观想。 见来求者为善师想, 舍诸所有, 据一切之想。 见毁戒人其救护想, 诸波罗蜜为父母想, 道品之法为眷属想。 菩萨在种种的禅定境界当中, 他虽然领受了禅定当中的快乐, 但是却把禅定的境界当作是像地狱的境界一般。 为什么呢? 因为禅定境界的贪爱, 会使人贪着淤色界, 无色界的境界。 贪着淤色界, 无色界的境界, 将会因此而不断地轮转生死。 菩萨看见毁戒之人, 心中就生起救护之想, 也希望能救护他们, 希望能使他们灭除戒罪。 身心转变清静, 并且终于能真实地进入佛道。 而菩萨也以六菠萝蜜, 十菠萝蜜作为父母。 因为菩萨成佛的一平, 是六度菠萝蜜以及十度菠萝蜜的满足。 所以诸菠萝蜜是菩萨之母。 所以诸菠萝蜜可以说就是佛母, 真正的佛母就是在指菩萨修行六度, 菩萨修行十度, 而不是像密宗所说的, 以男女双身法的名妃为佛母。 这个是已经完全被扭曲, 完全被曲解的。 所以菩萨必须要以这六度, 十度菠萝蜜为中心, 而且必须要配合三十七道品的佛法, 作为菠萝蜜的眷属。 这样次第修行, 当然全都是在有为法当中, 来修正不可思议的解脱。 而不是像二成人, 以无为法的修正作为解脱之法。 所以, 菩萨就是在这些不尽有为, 而不住无为的境界当中, 来修行成佛的不可思议。 解脱之道。 这样的解脱之道, 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。 发行善根, 无有其限, 以诸靖国严实之事, 成己佛土。 菩萨成就自己的佛土, 历经了三大阿僧奇节, 才能够使佛土严实成就。 这个就是不尽有为, 不住无为的果报。 也是由这样子的成就, 来成就佛土的。 如果诸于无为, 断尽私货, 一舍报, 就入无于涅槃了。 怎么可能有佛国净土的严实成就呢? 又怎么会有成佛之实? 所以菩萨必须要不尽有为, 不住无为。